晚上好 晚上好 上百人擠滿高檔飯店會議室 連兩側走到玻璃窗外走廊都擺板凳 台上講師講得好生動 不過仔細一看 才發現是2014年3月間 開保時捷檔救護車遭肉搜的 企機大師賴俊吉 說明最新某新加坡商 手機遊戲營銷計畫 加入經銷商後 找人下載評分可以賺錢 推薦其他人成為經銷商 也可以獲得獎金 輕鬆月入百萬 但公平交易委員會副主委邱永和指出 截至目前為止 這家公司都沒有登記 有違法吸金情結 已經移送檢調 賴俊吉後來接受平面媒體訪問 他無奈回應 我是做錯什麼事惹了什麼人 一直被爆料 強調公司合不合法 他無法代為回答 但他培訓團隊做這個項目風險 會自行承擔 也不斷強調自己近20年來 沒有騙人 沒有使用詐數 沒有人因此受害 借台中綜合播動